公務人員身心障礙特考今天早上舉行 原本預估錄取率只有3.9% 但有1800人缺考 錄取率渴望提升到5% 不過還是有超過4700人到場應試 今天早上考場外是下行雨來 考選部還貼心的 動用大量的臨時工作人員 為身心障礙人士打散 或者是扶著他們進考場 而考試的場所也有特殊安排 像是配合試障考生 會在考桌上多特準備了一個特別的燈光 而考量支障考生 考試桌面會特別的放大 也有設置手與服務 以方便身心障礙特考 能夠順利進行